时间真的有轮回吗? 2019年的轨迹正一点点的在2024年重现 2024年底的疫情会再来一次吗? 布兰登的预言能否再次兑现呢? 中共党会的野心为何再起? 台海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呢? 大家好,我是奇文 咱们又见面了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眨眼的功夫又是到了这年底了 那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 先和大家来聊聊这个时间轮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明明是身在2024年 就好像是在不断重温2019年的剧情 很多五年前熟悉的片段开始上演 尤其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 给我的感觉这世界是不是就真的被按下了回放键呢? 回到了那个2019年的光景呢? 比如说许久未见的李子清宣布回归自媒体频道了 那些田园诗画般的视频再次唤现了很多朋友们的温柔记忆 还有就是这个华农兄弟呢 也重操就业 开始照顾他们的主属了 另外就是美国的实验室呢 又发生了猴子大逃亡的事件 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 川普这个名字呢 又和总统宝座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再来看看现在 距离2025年 这个中国皇帝新年只剩下两月的时间 世界似乎啊 跟这个2019年底前疫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身处的世界呢 依旧不那么太平 有一些战火呢 但没有蔓延 贸易战呢 还在继续上演 好像这一切啊 都照着2019年的模子继续发展着 而更令奇闻惊讶的是啊 11月初 这布兰登分享的一则令人震惊的梦境呢 诶 这瞬间啊 就给大家又拉回了2019年底 那个恐怖的噩梦里 2019年底啊 不用多说 大家一定记得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诶 是的 就是那场可怕的疫情 那在布兰登的预言里呢 这个可怕的世界噩梦啊 可能会在2025年再次上演哦 在布兰登分享的梦境中 他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一项重大公告 一种致死率远高于之前的新型病毒 正在迅速蔓延 迫使川普可能不得不再次实施封锁政策 以抑制疫情的渐幅扩散 布兰登提到 此次病毒的源头发源于欧洲 主要集中在英国和法国 而且病毒的传播途径 竟不是通过接触或体液传播 而是以空气传播为主的 那其实啊 关于这个病毒席卷重来的这个预言啊 布兰登在很早之前呢 就提到过当时呢他还说估计会有三亿多的人会因此被带走 但是这一次啊布兰登分享的是他最近又梦到的这个病毒啊 或许离我们很近了 而且布兰登还提到 以上说的这个内容啊 并非非言耸听 因为在这个梦境中 他真的看到了川普双手 撑住印有总统的印章的讲台 身着蓝色西装 白襯衫和红领带 以严肃的表情向全美的民众宣布 美国同胞们 我必须告知大家 一种新型病毒正在蔓延 在梦境中 布兰登还看到川普向民众解释说 新型病毒的致死率远高于上一波的大流行 未来被带走的人数也将大幅的攀升 因此呢 我们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封锁 暂停所有的航班 包括国际航班 以移植病毒的传播 川普普通说 这次的病毒起源于欧洲 美国北部为首发地 随后蔓延至东部地区 那鉴于疫情的严峻 封锁期限将延长至21天 布兰登还目睹了大量的人员 尤其是肥胖的人群被病毒带走了 看到如此的梦境呢 布兰登动物到此乃上天的事景 预示着未来不久即将要发生重大事件 布兰登也再次强调 在这个梦境中呢 他也目睹了人们 因为这个恐慌而引发的抢购潮 人们蜂悠而至杂货店和 沃尔玛等大型的超市 疯狂地扫荡各类的物资 此次的抢购呢 并非仅限于卫生纸 而是波及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而全部被抢购于空 此外布兰登还说 这个病毒呢 会在春天出现 也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出现 因为他做梦的时候呢 看到了树枝上的嫩芽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呢 城市也被封锁起来了 布兰登说 这个梦呢 让他非常的不安 因为他也看到了 所有的主流媒体 均报道了新型病毒的爆发 并强调其传染性于致死率 远高于之前的病毒 他呼吁大家 到时候的事态真的非常的严重 严重的足以让他不得不警告大家 但不论你信还是不信呢 重要的是 布兰登说 梦境中出现的是川普 站在讲台的后面 而不是拜登 也就是说 病毒的爆发是川普上任之后 而此次川普在大选中的胜选 也似乎进一步 印证了病毒发生的可能性 其实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预言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提到过 人类将要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 这场劫难可能就是大瘟疫 在这个时候呢 世界将会迎来至暗时刻 记得在以往的节目中呢 经文有数字与大家分享过 中国著名的预言 吴宫经 那其中就一段是关于疫情的描述 世上年某成四年 天差魔王在前 力不戴死十将年 扫尸得病 慕食王 所谓的这个 隐某存四年呢 就是指的虎年 兔年 龙年和蛇年 也就是2022 2023 2024和2025 这是否暗喻了 布兰登梦境中 所出现的新型病毒的情景 其实早在这500多年前的 武功经历就已经被描述过了呢 除了瘟疫二次爆发的 这个意愈人 跟2019年发生过的事情极为相似之外 在这个台海的局势上呢 中共的行动也跟2019年初期的一致 2019年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经历会时 针对台湾首次提出的 探索两制 台湾方案 更进一步提出制度不同 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向世界糟糕了他的野心 而到了2024年 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动作比以往更加的频繁 甚至是被这个美国的情报局金色道 说中共正在备战准备对台湾随时出手 美中经局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 科里夫·西姆斯直言说 中共为最坏和极端情况所做的战略准备 已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层面 他还透露说 一些美国情报人员预测 中共军队可能在2025年就做好了攻台的战争准备 但是这个台海的局势究竟会怎样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预言中一窥究竟 新光旭30年正月初期日假成 也就是1904年的2月22号早晨的7点至9点之间 北京香山碧云寺的一位姬士名叫高敬寒 这个时间他正在主持一场伏击将神仪式 在这次伏击仪式当中 他请到了一位神灵 这位神灵告诉高敬寒 自己是随莫高僧不须大师 接着这位神灵用了一首将谈诗 讲述了自己得到的经历 有网友说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说不须大师呢 因为这个随长末年的动乱呢 故决心归于佛门 所以呢就来到了这个浙江的天台山上 没想到呢在这里误录了一个叫做 石宝谢的平行空间 在这里呢他就像传说中的神仙一样 早晨呢和天上浮动的采吟来止咳 晚上呢吃玉露来冲击 平时呢他就像达玛老祖一样面壁参禅 在这里一待就待了九年 最终悟导成神了 那毕竟天上欢迎地上一千年 这神仙世界的九年呢 地上早已经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 不须大师一看地上早已经是沧海桑田了 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呢 就到了清朝光绪年间 于是不须大师就感慨地说 自己原本是避乱去的天台山 没想到呢误入了神界 到了另一个时空之后呢 又不小心知道了很多的天机 但是呢天机又不可以泄露 这怎么办呢 结果思考良久的不须大师 就对着高敬寒居士说 也不能让你白请我一趟吧 我还得用这禅机啊给你一些点拨吧 所谓的这个禅机呢 通常是指佛教中的一些妙语 通过一些巧妙的表达呢 让你感知其中的意思 但是呢又不点名 需要自己领悟 才能参悟到其中的真意 那所以接下来不须大师的神灵呢 就借用高敬寒居士的笔 给后世留下了十二首预言诗 分别预言了1904年之后的世间大事 可以说呢这十二首诗的预 到目前为止 准确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我们呢今天就来摘取其中的几首来看看啊 其中这第一首诗啊是这样写的 云暗暗雾愁愁 龙归泥土素迷猴 三岁孩童三宰福 月下五竹水空流 万里烟波一旦收 有网友说啊 这里的暗暗和雾愁愁 描述的是一种气氛 指的是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 正好对印了这个旭字 所以云暗暗雾愁愁这两句 其实是暗含了光绪的这个年号 龙归泥土素迷猴 这里的龙指的是天子 就是指光绪皇帝驾崩下葬后 归于泥土这件事儿 而泥猴呢也就是元猴 是指这个袁世凯逐渐掌握了朝政 而三岁孩童三宰福这一句呢 指的是宣统帝溥仪 他三岁的时候呢继承了皇位 但是呢只是在位了三年就退位了 月下无主水空流这句啊是个字谜 水主月这三个字合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清字 那指的就是大清 万里烟波一旦收 这句呢指的是宣统帝退位之后 大清朝呢就画上了句号了 而这些对应的历史事实是哈 1908年光绪帝驾崩下葬 宣统帝继位 那三年之后的1911年 发生了武昌起义 之后的元世凯呢 领命出山率领旗下的北洋军 与这个南方的革命军激战 但是在这个形势逼迫之下呢 不得不南北合一 议和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大清的皇帝退位 最后呢元世凯逼宫成功 宣统帝呢 于1912年的2月份退位之后 全部的统治权 移交给了中华民国 完成了改朝换代 大清朝彻底手中正寝 也正是这首诗的命中呢 让这个不须大师的预言诗集啊 在这个民国初年呢 就在民众中声名大噪 堪称是刘伯温之后 中国最靠谱的预言诗 而之后这十二首诗中呢 也准确预测了孙中山 蒋介石的出现 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 甚至预测出了 中共统治中国 以及十年计划的出现 那么重点来了哈 不须大师预言诗的 第九首和第十首 那现在呢 是被通常解读为 是关于台海局势的预言 第九首呢 是这么写的哈 二七纵横 一牛双尾 无腹人行 日行狠鬼 海上金边 悬浮绿绿 铁鸟凌空 东南惊悔 有网友说哈 这里的二七纵横 合在一起呢 就是个 毛字 一牛双尾 也就是牛字 加上这个一撇一纳呢 是个诸字 那这里指的是诸德 无腹人行说的就是 在诸德和毛泽东 领导下的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大陆执政之后呢 人们因此丢弃了 中国传统文化 和对道德的尊崇 已经不再有人性了 把革命坚持到底的理念 彻底跟人类的正常行为相悖了 日行狠鬼这一句啊 说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两边 各走各的差异是越来越大 而剩下的后两句 海上金边 巡浮绿缕 铁鸟凌空 东南近毁 暗议的是 对于这个台湾和大陆之间 是否会引发战火做了回答 海上金边 目前大多情况下 被网友们解读为航空母舰 那金边就是传说中好 负载着海上仙山的巨兽 其实呢 就是以金边来比喻巨大的舰船 而且航母上起降的战机呢 以古人的眼光看呢 也颇为玄幻 似如金边附在了仙山上 仙人们往来的坐驾一样 而现实中的台湾呢 虽然没有航母 但支持它的美军 是航母的大户哦 那接下来 悬浮绿缕当中的悬浮呢 是指黑色的礼服 也是非常重要的场合的礼服 那在奇闻看来呢 也许就是黑蓝色的水手服 或是军服 绿缕呢 是古代玉绿的统称 那么悬浮绿缕 合在一起呢 是否指的是这场战斗 是守护文化的一战 也是守护价值的一战呢 天鸟凌空 东南近毁 那这一句比较直白了 可以解读为 战机划过天空 中国的东南部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 在这场战争当中呢 尽数被毁坏掉了 而接下来的这第十首诗呢 继续预言了这场战争的情形 红霞卫白云争 落花流水两无情 四海水中皆赤色 白骨卢秋满刚林 相降玉兔见东升 红霞卫白云争 这两句呢 网上多解读为 核弹爆炸时的情景 红霞卫大概是指这个 核弹爆炸时的强光 而白云争呢 大约是形容核弹爆炸之后的 蘑菇云了 那如果按照这么解读的话 这说明台海之战中 居然会使用到核武器了 但是大家知道 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 使用核武器屈指可数 只有两次在这个实战当中 动用过核武器的 就是1945年的8月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分别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在那之后呢 世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俄乌战争当中呢 普京虽然威胁 要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 但呢 只限于口头的威胁 如果预言当中 未来的台海之战 使用到了核武器 那确实很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齐文觉得呢 这个解读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 红侠卫白云争啊 也可以有别的解读 比如说 可以解读为对气氛的描绘了 或者是指这个局势变得清晰 明朗了等等 另外就是 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底色呢 是红色 象征着太阳的标志是白色 那么红侠卫白云争 也可以解读为 青天白日齐飘扬 那为什么青天白日齐飘扬呢 是否是在说 台湾会在这场战争当中 取得胜利呢 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而接下来的几句是 落花流水 两无情 四海水中皆赤色 白骨如秋满刚铃 这几句呢 可以从字面的意思上 来解读一下 有网友就说 这就是 血染大海 尸骨如山 因为台湾方面是 首土作战 是不需要渡海的 所以四海水中皆赤色呢 可能是说 作战的激烈 使得海水啊 都被鲜血染红了 最后的这一句 湘江玉土见东生 这里呢 可能有两种解读 一个解释呢 是湘江读湘江 那湘江在这个古代汉语中啊 是同时伴随的意思 就是当未来的 这一战争发生的同时 玉土东生了 那另一种解读 就是湘江这两字啊 在这里读湘江 是在愿意味 能力极强 能够出将入相的 杰出人物会出现 在东方渐渐走路了 历史舞台 但这个呢 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重点啊 就不在此多加描述了 所以在布虚大师的预言中啊 台海战争还是会发生的 但战争发生不久后 中国就会出现一位 能忍结束这场战争 除了这十二首诗啊 布虚大师还留下了一首 离谈诗 芒芒天树本难知 围在苍生感太虚 老僧不敢多绕蛇 泄露天机恐被诛 正如布虚大师所说哈 芒芒天树毫无头绪 普通人是很难知晓的 而2019年和2024年之间 出现的巧合究竟是为什么 这种时间轮回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呢 都是芒芒天树之一啊 当然啊 秦文在这个网络上啊 也听说了这样的一个回答 说2019年的事情呢 之所以在2024年再次上演 是因为2019年闯关的主人公问 也可以说是修炼者们 并没有通关 所以需要在2024年再次闯关 获得修炼结果 那这个哈 于布兰登预言 神期待人们道德的回升 因为神将在最后的日子里 收获修行者们的圆满 是否巧妙地重合上了呢 那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秦文和视频前的宝贝们 会是闯关成功的修行者之一吗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呢 就请不要忘记给秦文点赞 留言和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再见 再见 好